被中共宣傳是重大科研專項的中國航飛C919飛機 正式上演運營一年後 問題擺出 粉絲們逐漸對其感到失望 最近有網友披露 他乘坐東航MU9197 上海紅橋到成都天府的航班 飛行中一段經歷讓他頗為無奈 飛行起飛之前 空哨竹牌分發紙巾 說是用來擦拭水滴的 當時並沒在意 然而呢 起飛後不久 行李架上開始滴水 才明白紙巾的用作 平飛時 空姐解釋說 這些是空調的冷凝水 網友不禁質疑 這可是全球首架C919呀 網友抬頭看了看頭頂上的水珠 還觀察到 行李架下縫隙也是不夠整齊 這樣的搭乘體驗 讓人對C919的未來產生疑慮 其他搭乘C919客機的乘客 也遇到了奇葩的經歷 有個誰做過這樣的事情 你這傻子 都看不到眼 無福冒煙 那只得注意的是 在2023年多航市營運期間 就曾發生航班更改與取消的狀況 並傳出飛機左發動機 反推故障的問題 但東航未正式回應 最後這些事情甚至在網上變成禁忌的話題 6月29日上午 東方航空MU919C航班C919客機 從上海飛往成都以後 未能按計劃載客返回上海 在延誘機兩個小時以後 由空客A320臨時代替直飛 廖學者李元華表示 飛機估計是出了問題 而且還不是個小問題 這次事件中共無法公開報導 因為之前他們對國產飛機進行大量宣傳 已經把它吹捧到了天上 第一架飛機剛飛行100多個小時 就出現嚴重問題 甚至需要停飛 所以他們無法報導 李元華指出 這架飛機實際上是一個組裝品 核心部件都是美國與歐洲製造的 在組裝的過程當中 電子控制系統和機械系統需要磨合 在中共體制下 不敗滲透到各個方面 真正懂技術的人員 未必能獲得核心科研經費 去進行真正的實驗 所以一旦出現問題 他們就不知所措 據南華早報報導表示 中共所謂的首架國產客機 實際上非常依賴美國與歐洲的部件與技術 C929發動機是由美國和法國的合資企業 CFM國際公司製造的 航電系統是由中美合資的昂記航電公司提供 要知道 飛機製造中最具技術含量 成本佔比最高的是結構系統 發動機系統和航電系統的三部分 等於說 大部分技術還是要依賴西方國家 雖然同济大學航空引力學學院教授 飛行器工程研究所所長潘海軍表示 官方數據顯示 C929飛機的國產化率為60% 但是 從零部件供應商來看 大部分核心部件仍然來自歐美國 特別是C919使用的Leap X1C型涡扇發動機 由美國與法國聯合研製 潘海軍承認 在當前的中美博弈背景下 C919存在被卡脖子的風險 因此 必須加快國產替代產品的研發 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報導指出 對於全球市場 業內人士認為C919競爭力不大 因為其燃油效率不如波音和空客的飛機 難以吸引國際買家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一奎表示 在目前美中高度競爭的國際結構之下 中共採取勇於鬥爭和侵略性的外交手段 高具中共的意識形態 使得通過商業合作獲取關鍵引擎技術的機會 變得十分的渺茫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表示 發動機最重要的是材料部分 設計理論差距不大 但關鍵在於發動機葉片能承受高溫和高速旋轉 這部分中共仍未突破 蘇紫雲說 中共是逆向工程的高手 但關鍵技術無法拷貝 發動機核心技術和晶圓一樣 短期內難以克服 中國網友說 中共的飛機都有心臟病也是蠻傳神的 士兵人李元華分析 由於中共受到國際社會的技術封鎖 C929客機的批量生產前景暗淡 現在國際上對中共技術的封鎖已經是全面的 隨時可能有核心部件被斷供 即使磨合好了 這架飛機因為必能大量生產 無法取代世界大型飛機 上海軍民王先生表示 C929客機可能存在安全風險 他自己是不敢乘坐 從研發到現在起飛 大約用了20年 很久都無法起飛 本身就是一個面子工程 好不容易飛起來了 我還是害怕乘坐這種飛機 讓領導先坐吧 把領導的專機先改成這個飛機 我們再相信它 網上不斷有乘客反映 C929搭乘體驗不佳 面對消費者的抱怨 航空公司和中國商飛 不是設法刪文 就是裝作看不見 不光是飛機品質問題擺出 產能方面也是令人疑慮重重 從陸媒報導可知 C929自試飛成功進行取證期間 除了東方航空訂購了5架 2022年起陸續有表達意向的啟動訂單 儘管買家都是國內企業 2023年9月 中國商飛董事長賀東峰 聲稱訂單量已經超過了1000架 2024年又陸續增加了西藏航空 中國國航和南方航空的240架訂單 雖然官方稱C929訂單持續交付 但交付信息卻是少之又少 最近從中國東航獲悉 2024年7月29日 東航第7架C919飛機B919H 將執行MU9006航班從浦東調集紅橋 正式加入東航機隊 外界不堅懷疑 到底是製造團隊有問題 還是訂單有問題 怎麼一年多來才交付7架飛機 關於產能過低的原因 有人懷疑是歐美對中國進行制裁 導致許多系統和零配件取得越來越困難 但實際上 除了航空發動機 由法國塞豐公司生產 其一個大系統都是中方參與的合資公司製造 這些公司在大陸也有分支機構 加上合約供貨 庫存足夠供應相當數量 C919是中國商飛公司自主設計與製造的 單通道150座級窄體幹線民航客機 雖然設計由於中短航程 但最多可搭載190人 因此被許多熱情粉絲稱為大飛機 該項目於2008年啟動 2014年首飛 2016年交付首架飛機 給航空公司使用 但由於技術問題 進度拖延了三年 直到2017年才完成首飛 2023年5月開始商業營運 C919項目是中國國務院在2006年公布的 《國家中場級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內的 16個重大科技專項之一 被認為是中國國內中短程民航的優秀飛機 中國國有飛機製造商 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 其最新客機C919有能力打破 C919在燃油效率和技術支持等方面 難以與這兩大巨頭競爭 儘管C919可能滿足中國國內的一部分需求 但在國際市場上 中國商飛缺乏足夠的基礎設施和投資 來挑戰波音和空中客車的雙頭冷斷 空中客車用了約40年的時間 才與波音達成均衡 而中國商飛需要國際銷售團隊和成熟的客戶支持網絡 才能取得更廣泛的市場成功 據彭博社報導表示 不應與空客的飛機截至本世紀末已經授慶 新加坡航空業諮詢公司 索比航空的布倫丹索比 告訴CNBC 目前判斷中國商飛能否撼動雙頭壟斷 還是為時過早 短期內不太可能看到C919在海外的重要訂單 那麼隨著C919巡展的進行 Kalmack表示 其目標是展示這架飛機 並為後續東南亞市場開拓打下基礎 對於C919全球最大飛機租賃商之一的 空中租賃公司的董事會執行主席 斯蒂文、烏德瓦爾哈奇表示 該公司不打算購買任何C919噴氣式飛機 中共與中國商飛對於出售C919非常感興趣 但是這是一種單相思的約會關係 另外 儘管中國商飛計劃將銷售主力放在中東、非洲等地 但目前尚未見到成果 越南航空近期因為引擎維修問題 停飛了11架空中客車 A321NEO飛機 新飛機的交付時間 預計在2030年或2031年 計票價格因此上漲15%到17% 越南航空執行長勒洪哈在股東會上表示 向觀察C919取得全球試航證的過程 但目前只有中共當局發給C919試航證 暗示暫時不會採購C919 未經國際認證 也是C919存在的大問題 現在C919即獲得中國民用航空局的認證 並於2022年9月獲得批准 這種窄體噴氣式飛機 於去年5月在中國東方航空公司投入商業服務 欧洲航空安全局高級官員 今年初表示 對中國C919民用噴氣客機進行認證有相當難度 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因為這款飛機對他們來說太新了 要弄清這件事的難以程度相當困難 它的說法暗指 EASA目前處於技術熟悉階段 這是認證程序的第一步 可能需要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 自從2018年與2019年 博言737 MAX接連發生事故 暴露設計和監管問題之後 西方國家監管部門 對飛機認證程序態度變得更加嚴格 C919未來如果要在海外飛行 就必須取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和歐盟航空安全局的試航認證 只有獲得這兩張認證中的任何一張以後 相關飛機才被允許 進入西方國家的航空公司使用 但是無論哪一項認證 都是非常艱鉅的任務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贊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